请你跟我这样过 欢迎收看 请你跟我这样过 前阵子彤这个 有传统的手工酿造的酱油 就被传出了 什么添加了人家的酱油 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就很担心啊 对不对 都已经花比较多钱 又手工酿造了 没想到还传出这样的遗留 那但是问题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不是那么内行 那你看他们我们物理看花 就好像我们看桌上 这四罐酱油 这每一罐都是知名品牌 卖场随便拿都有的 会不会它在精美包装的 外表底下 也有我们深不可测的 模糊地带 对 所以要安心吃酱油 要怎么吃 今天专家要帮我们来把关一下 但是怎么挑酱油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请教一下 看普罗大众都是多么的愚昧 对 我看中哥就不用问了 中哥 酱油的量我们是吃得很凶 我们买一般都是买那种老品牌 然后老品牌它的颜色会特别的深 对 越深的 那个越黑的表示 那个黑豆那个味道是越香 你真的有买 酱油越深我不买 你不买 我也是 你也是 因为我觉得酱油 你没听过专家讲越黑的东西越好吗 黑木耳是不是好东西 好东西 黑豆是不是好东西 好东西 只要是黑的东西对身体都好 现黑就骨盛 对 可是那是天然的黑 那酱油本来就不是长黑色的 黑芝麻好不好 好 那黑芝麻它是本来就长黑的 所以我觉得它豆子黄豆 它本来是黄色 它怎么可能变成黑色 酱油有两种豆 大部分是黄豆又有人用黑豆量 对 那一般来讲它颜色也不可能那么深 所以我买的时候我就会想说 我尽量不要添加太多东西 所以我就可能颜色浅一点 薄 然后玻璃瓶装 那其他我就摇一摇它 看有没有很多泡泡 所以像这种塑胶瓶装 你就不买 塑胶瓶装我基本上不太会考虑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它可能就是 之前也是听老师他们讲 就是说玻璃瓶好像感觉比较 比较安全一点 就会比较贵一点 对啦 所以像我在调那个酱油的时候 我会特别看它的吶含量 就是大部分人都会看它的颜色 那通常比较黑的颜色我也不会选 因为我觉得真的太死仙 而且我不太吃卤的东西 那可是我妈妈很奇怪 她说要买酱油的话要买那种 颜色的瓶装 不要是透明的 她说要深色的 这样比较不会辨识 谁做的酱油深色的 没有啊 都透明啊 中南部 像你才看得到 其实中南部有一些酱油瓶 是比较深的颜色的 对 她觉得那样子的话 可能会保存得比较好 那像如果出来是买太那种 比较薄的 有一点像酱油露的那种东西 我妈妈就会说 你为什么买这个品质比较不好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有点纵稠是不是 对 她觉得应该要越深的颜色越好 可是我通常都是会把它反过来 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会 沾黏在这个瓶底的地方 那就表示 我就觉得它里面可能有添加很多的东西 没有 妳错 有沉淀物反而是好的 没有 那个颜色太深了 很巧 就是一些豆子 还表示是真的天然那个豆子去酿造的 有点像那种沉淀的感觉 对 好 这一家是手工做的 这是我们家的 手工的 这个赞 这个是用了很久吗 没有很久 这贵 用大概半年的时间 没有半年 还没用完 这个打开就很香了 这种 你看 我们家挑的话呢 一定是挑 上面有写酿这个字 如果我觉得有写酿的话 都有酿吧 都会写酿吧 有些没有写酿的 你记得看那边有没有 纯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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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啊 纯酿造 而且都是百分之百纯酿 对 没有一个不酿的 我都是找到有酿 你看 市面上果然都有酿字 对 你要找没有酿字的 那就反而比较难找 而且它这个好在哪里 你看看起来就 很滑的 它的酿油看起来很滑的 好像是人家 卤过以后回收的 对 酿油糕吗 这是酿油糕 没有 这是手工酿油 这是手工酿油 我们挑的话呢 一样跟那个距离点一样 我们家是 一定是要玻璃瓶 因为塑胶瓶 比较不容易保存 之外它当初在封瓶的时候 杀菌 塑胶没有办法 那是高温嘛 所以它应该 菌种会比较少一点 另外我们会特别看它的成分 它的成分 因为酿油应该 等一下问一下医师哥老师 大概就是 大豆跟面粉 它主要的原料 如果有太多 连我们播新闻的人 都念不出来的一些字 什么化学 什么夹 那种东西 那基本上就 我觉得那就添加物太多了 所以说它成分越简单 越是认识的食材的话越好 像我这个就是 黑豆 盐 原糯米 冰糖 麦芽 没了 就这季节 你叫麦芽 麦芽糖 对 就这样子没了 你这样一罐多少钱 越简单越好 这个大概不到200 100多 比较贵 这样算贵的 比较小 对 那么小瓶 而且一样要咬一咬 有泡泡比较好 所以每个人其实方法不太一样 对 有的要深色的 有人浅了 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请谭老师 好不好 谭老师 你怎么挑选酱油 帮我们示范一下讲解 好 今天独家大公开 我们谭老师 谭式挑酱油法 其实我挑酱油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那刚刚永康说他是标识越少越好 可是我是标识越多越好 因为我担心 我担心有什么我没有不知道的成分 然后就更糟糕 你是怕少是有隐瞒 对 没有 不过今年7月1号之后 就是你要强制标识得很清楚 那我通常会把各种的这些标识 都会看清楚 尤其我特别会注意 它有没有这些什么 核甘酸 因为核甘酸会跟磷酸源等等会在一起 而且我大概都要知道它哪些东西 那会比较清楚 像这个有焦糖色素什么 它都标识得很清楚 这个塑胶品你会买吗 是的 我们家是吃这种塑胶品 不是玻璃品 不是 为什么 其实因为这个 鼓把尿造酵油 为什么 其实鼓把尿造酵油是不错 它的一些等等是不错 但是因为我有时候可能比较糊涂 那没有打开之后没有马上冰 那我就担心 这个湿度温度控制不好 它容易长菌 那因为我们打开之后 如果忘记了就放在室温下 那如果没有赶快冰起来 我就担心它长菌 所以我就会挑一些化学酵油 那我觉得反而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像这种不含防腐剂的 更要担心意思是这样 一定要放冰箱 它一定会告诉你 打开之后一定要放冰箱 那其实大家都会认为摇一摇有泡沫 就是化学的 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很多人就发现不大一样 像这个 它上面就标示它很多 可是它事实上它的泡沫不大会散 然后这个也是 不太会散又绵又密才叫天然那样 其实用泡沫来判断是不大准确的 为什么 对 因为这个泡沫其实它都有一些方式 可以让它比较持久 像有一些水解蛋白比较高的就会 那有些人就会看有没有沉淀 认为有沉淀才是好 其实现在沉淀有的时候是可以过滤掉的 所以这也是不准的 但是有几个方法比较简单 第一个你就是尝它的味道 其实化学家有比较干 然后这种这种比较古堡那样制的 它因为它是纯的嘛 所以它就比较咸 所以是看你的习惯 但是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看 我们就用这个永康这一瓶好了 它一般它这个比较会挂臂 挂臂 就是你滴下来它比较会在这个 你看它在这里可以带 会黏在碗的那边边的深处有没有 对 不会整个溜下去 对 然后像这个的话它就比较 你看完全就是很快的 就会下来了 这么久了 可以尽管看一下 对 然后这个两个就不一样 我们这样子了 所以是越挂臂越黏的 越黏的 但是你不能是把酱油糕拿来 跟一般的清酱油比 我指的是同样的下来 是酱油 对 所以哪一个比较好 有挂的比较好 有挂的比较好 那有的人会用 会用那个酒精来试 那其实这些方法都只是一个大概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看品牌 同时看它的标示还是最准 你也不要就是说认为这个 就是挂臂就一定都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也不要太在意这个部分 你其实我建议买酱油的方法 就是多品牌 你就是轮流用 对 那如果像我都比较会买 比较日式方面 因为它比较淡嘛 然后是不是会比较好 因为我发现台湾的酱油 普遍都很鲜 然后钠含量又比较高 因为日本的那个酱油会飙 比较清淡一点 它会飙说 我这个是低钠 或是什么 和风味酱油 就是比较 和风味的话会比较淡一点 还是那个成分更复杂 其实这个应该是说 你要低钠 就是低钠的酱油 其实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因为它这个绿化纳 像很多人就说 最近很多的这个网络也来说 你这个做这个什么蒸蛋 炒蛋 不能加盐 会产生什么有毒物质 那我都问他说 那你用什么 他就他说他用酱油 其实酱油的第二个成分 就是食盐 那其实这个 这个是那个日式酱油的 它是强调 它是那个薄盐的 薄盐的事实上 如果是肾脏病人 是不能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成分 基本上 我觉得是它很多 很复杂的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看不懂的就不要 其实这个方式 我觉得不大好 一般来讲 我会认为 它标示越多越安全 越清楚 你现在真正的 所谓古法酿造 古代我们第一堂课 学酿制的时候 它就是 其实是那个用黄豆 它是用固体的黄豆 去翻盐 然后再种渠 或干嘛 去发酵 然后干嘛 所以它那个时候 叫固态酿造 那那个真正古代 就固态酿放在缸里面 去晒 等它干嘛 再翻啊什么 这就是古法 那新的方法 也是酿造 为什么 所以全部的人 都可以写纯酿造 因为第二种方法 是地态酿造 地态酿造 就是我已经是用 黄豆粉了 我不再是用 一颗一颗的黄豆 但是我还是用 花时间去让它酿 那第三种方法 还是可以叫酿造 因为它叫 素酿酱油 比如说你们传说中的 化学酿油 我还是一样用黄豆粉 只是我用盐酸 加速它分解的过程 所以我三传 我都可以说 我叫做纯酿造 只是我酿造的方法 不一样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不同的酿造 它需要不同的条件 比如说我刚才说 你吃那个 很高贵的小酒厂 你想要它独特风味 风味是怎么来的 现在之前爆发出的 那个什么 某高价的酱油 结果是跟某大厂 买了生酱汁来做 大家就觉得 你这个骗我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要吃 它独特的风味 如果它风味 有没有不一样 是因为它在 后阶段的调味工作 大家不要傻傻以为 说酱油 古法就跟红酒一样 我酿出来就倒出来开给你 不是 酿完之后 那个生酱汁炸出来之后 有些人是做二段发酵 有些人就要开始调味 调我独家的秘方 所以你有些觉得香一点 有些甜一点 有些咸一点 老抽就黑一点 生抽就没有那么黑一点 这后阶段的调味 所以你究竟是要吃它的味道 吃它的诚心诚意 还是吃它的安全 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为什么唐尔斯会选化学量造 因为化学量造 我在素酿的过程中 我只要掌握一个原则 因为国家有单绿饼二醇的标准 说实在 如果我是用脱脂黄豆粉 而且它的油脂成分非常低 它可以控制到 几乎没有单绿饼二醇 你要不要害怕单绿饼二醇 我说一句话 你烤土司里面就有了 了解 所以有些 如果我们花大钱买的一些酱油 照你刚刚说的 因为它的生产的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就是说 它是造假 对 其实就跟红酒一样 红酒这些都是一样的红酒 但是有的就是有名的酒庄 除了就卖的很贵 但是它们真的都是红酒 都不是假的红酒 有的就几百块 有的几十万 它们都是红酒 但是你就是要喝独特的风味 所以贵一点 用的橡木桶比较贵一点 而且是看个人口味 除非你很生气 因为有些红酒 如果它用酒精调水 然后加颜色 那就很过分 对 那种就是很过分 可是像酱油 如果说照你这样讲 大家都一样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比较健康 比如说薄盐酱油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样子是不是纳含量 也相对比较低 所以薄盐 你就要看它薄盐是什么 因为比如说薄盐是 因为是表示它是低纳 还是它整体就把咸味放得很低 如果它标榜是低纳 它有可能是用其他的盐 比如说假盐 就像你的健康盐一样 那就比如说我可能 心脏病的患者可以吃 可是我肾脏病的患者 可能就不能吃 那如果它真的是 把纳含量降到很低 不是纳降纳 是把盐度降到很低的薄盐 就是它是偏甜味的 有些薄盐其实它是 味道强起来甜甜的 那可能它的盐真的很少 它也没有添加假盐 那好处是什么 好处真的如果你用得少 它就真的吃得少 可是我告诉你 这就跟 很多人都觉得我抽蛋盐好轻松 我抽蛋盐好健康 因为你腹底沉盐 你本来吃一根 你就抽五根 而且你肚子都干涉 你一般酱油只要加两汤匙 你薄盐加个五汤匙 意思是一样的 有些薄盐 但是还一样调到本来那个味道 那你没有少 没有少 所以重点不是你选择 这个东西是你的调味的 你吃的习惯 你对这个颜度 你自己的要求 所以回过头来呢 就是说自己选择自己需要的 所以谭老师选的就是 化学的酱油 但是你的需求在哪里 你很清楚 对 好 先谢谢谭老师 谢谢 那肃琪你选的是什么酱油 天然酱造还是化学的酱油 他解释了很多 其实他就其实就是 就是不同的 不要互利用一个牌子就对了 可是有比较简单 让我们消费者可以很清楚说 这种酱油可以买 我这种酱油不能买 对 第一个比如说其实我们酱油 有所谓的CMS标准 所以第一个它是 有的话 就是甲级的醇量 大概就是达到国家的标准 它有一个对CMS的国家标准 然后它是甲级的醇量酱油 然后接下来就是 它有一定的品牌 然后它标示的清楚 我就觉得这样就够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是吧 对 那另外要请教严医师 就是说像是在化学酱油 如果真的要担心一些 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 是有哪一些呢 对 化学酱油刚刚有提过 我们大家为什么会担心说 我常吃化学酱油 主要是它加盐酸当中 它可能产生一些 单粒饼二醇 其实单粒饼二醇 它算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公告的第二级的致癌物 不过当然说 我们也不可能说 哇 你吃到化学酱油 一定要得到癌症 可是在动物实验就看说 如果你给老鼠 给它大量的单粒饼二醇 它会产生什么肾脏肿瘤 还有一些器官的病变 所以大家就担心说 哇 如果每天在家里吃的是 吃很多很多的量 才担心说 会不会有一些身体上伤 那一般的三餐这样吃下来 应该是还好吧 对 一般我们正常使用 应该是不会 应该是还好 但如果肾脏不好的病人 是不是比较要注意 还是什么样的人 要比较注意 应该说也不是肾脏不好 病人不能吃化学酱油 反而是肾脏不好 病人刚刚那个有提到说 薄炎酱油 薄炎酱油 它用钾来代替钠 在我们身体里面 钾离子 它从肾脏把它代谢掉 所以如果我们肾功能正常化 你就算吃再多钾 我们都不担心 可是肾功能不好或洗肾病人 你吃了很多的薄炎酱油 就担心钾就排不出去 它有一个很可怕的病症 我们叫高血甲症 高血甲症如果很严重的话 可能会有那个很严重心力不整 这样子有时候会 突然间就倒下去 连急救都来不及 所以那个洗肾人的话 一定不能吃薄炎酱油 那如果已经是癌症的病人呢 会不会化学酱油不能吃 也不会 也不会 其实也没有说 量造酱油 或者化学酱油 哪一些人可以吃 哪一些不能 不过好像回归说 酱油的话 毕竟它都是 都是表血 立化纳表法 所以我们还是要 不能用太多 因为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了解 那问一下老师 因为有的酱油 它标榜量的这个五年 有的标榜量的十年 是不是买那个越久的越香 成年的 对 成年的越好 有哪个酱油量到十年 有 真的假的 你只要摆得越久的话 就跟红酒一样 红酒摆得越久 那味道 不说抽掉吧 你保有醋 不是 你红酒只要那个地方 不说湿度什么 保存的好 那个成年的红酒 那个味道是最棒的 台湾可能还不见得 可以找到保存这么久的 我去看过那个日本的酿造 传统手工酿造酱油的地方 它光 因为台湾是用 在做酱油 日本它那个家族 企业的那几百年的 它是一个木桶子 它是像我们中间这么大 这么大一个木桶 然后再酿造一桶的酱油 然后所有的豆子 全部浮在上面 让它发酵冒泡泡 它那个最少到四五年 对不对 那个味道就跟那个老菜谱一样 客家人 那个菜谱 味道不一样 那个酒到最久的时候 那个颜色是黑色的 对 那个比那个意大利的松露的味道更香 放到那个汤里面煮那个鸡汤 天啊 自然的甜味 你看看你吃的味道 现在还在强调黑色跟浓 好 真的 黑菜谱真的是很好 你有没有去客家庄吃过 有 黑菜谱那个 十年以上的黑菜谱 那个太正点了 太棒了 那个辣含量真的过高 因为它量太久了 不是 你放进去之后 你不用加盐 自然的那个甜味 就从那里面 泰补里面散发出来 那你吃完都还好吗 不 还好 对 都还看到的是透明的吗 我不是 所以我想问一下专家 就是到底这个 是不是越久的那个味道是越香 对 太好 老师 然后会有健康问题吗 唐老师 其实如果小钟这个自己酿的话 我倒是觉得不大建议 如果是这个厂 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温度湿度的去控的话 去控制我觉得还好 因为过去我曾经有那个阿嬷特别 他自己制作的这个手工酱油 然后三年之后开封呢 就送了一瓶给林医师 结果呢 我们就立刻回来 就验了黄菊毒素就涨了 那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可怕 因为你没办法控温 控湿度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有毒物质就容易出来 那像刚刚昌明讲说 他在这个日本有没有 日本的温度是比较偏低的 那我们的温度呢 常常就是温就28度以上 那日本可能常都没有到达这个温度 所以它可能不会涨 但是我们在我们这个仰热带 就我们台湾也就是北回归线通口 就比较容易涨 所以呢 这个要看看它是不是在 这样子的控制的条件下 那现在这个食材世界很多人 大家就喜欢自己手做制作东西 其实我觉得蛮危险的 所以说看就像专家讲的 摆得越久反而风险越高 有可能就是会变温度湿度 一给两阿嬷特拿一罐给你就不要喝了 三到六个月赶快用很快 赶快用了 趁它新加最好的时候 赶快用了 但如果买到像化学酱油 大家担心那个致癌物丹律饼 其实有去除的方法对不对 其实是可以减少它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那个读物科的 林宗英博士教的方法 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方法 那帮我们来示范一下 好 来 谭老师 你怎么处理化学酱油 其实我们在家 其实这个除了去掉一些这些问题之外 更重要是不要那么咸 那你其实可以煮一些 平常沾的时候也风味不错 你拿一些水 然后呢 其实你可以1比1或1比2 1比3 随便你 然后你就这样加进去 让它煮开了冒泡之后 当然这个冒泡之后就有一些 这样还会有些味 就可以蒸发 而且不要那么重的口味 因为这种味道都蛮重的 那这样是不是西式就变薄盐酱油了 自制的 其实就像那个什么 那个冠宁讲 他喜欢那种味道淡一点 其实用这个方法不错 然后呢 这时候就把它熄火 熄火 滚了就熄火了 对 然后让它稍微凉一点点 你可以加一点这个 柠檬汁 柠檬汁 柠檬汁或者是醋 柠檬汁的维他命C 会不会破坏 其实柠檬汁维生素C并不多 不是为了它的维生素C 对 现在这个有点类似就是 刚刚说的工厂加工到最后调味的部分 我自己在调味的部分 在家里 对 你自己的二度加工了 对 好 然后你就加一点点 那你调柠檬的目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酸性的 可以让一些 对 而且让一些醇 去除掉一些那个醇 酸 对 就是我们林博士 因为他是化工博士 所以他教的一个方法 用这个 然后就是天然的 然后我们用的是 对 我们是用比较的天然的 但是最好是他稍微两点再加 工位会比较好 所以单绿炳酸去除两种方案 一个是煮沸 蒸发 一个是加柠檬汁 没有柠檬汁用醋也可以是不是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老师 那如果化学酱没有经过煮沸 我把它冷的对不对 直接在瓶子加柠檬汁下去 单绿炳酸也会消掉吗 这不好 这个不好 因为你的这个 这个柠檬本来就容易坏掉 而且你煮沸的这个过程 事实上 对 了解我意思 然后再加进去 然后这个就是吃起来 我觉得这个风味也不错 对 就没有那么咸 而且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 沾起来有点点酸酸的味道 那你也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加一些 所以 陶老师请问 这样就可以沾了 煮到剩下那些 就是可以装瓶起来 然后日后再用这样的衣服 其实我建议大家 就是一次不要用太多 就大概煮一个礼拜的份 然后放在冰箱 对 有时候拿来煮肉的时候 还是做一些其他菜的时候 可以去沾它 还蛮好用的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老师 因为你那个蒸发过程 是让氯挥发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家里面有养鱼 那时候自来水 要放在那地方 放个一两天 也是让氯挥发出来的意思 对 那我酱油可以直接打开盖子 放了就好 放个两天 可是如果像你那个是 如果这是化学酱油的话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煮 这个挥发的 挥发效果会不好 那你加热的话 速度会快一点 比较快 而且一点点加热也蛮快的 但是基本上 现在丹氯饼二醇 其实在这个化学酱油 这个是刚刚肃清讲的CNH里面 它已经有定量了 所以不要那么担心 这个其实是风味重于这一个 而且这个钠的含量不要那么高 而且在煮的过程 那个味道就很香了 对 那可能还没煮完 就放肉进去了 对 谁像你都爱吃人了 对 其实这个是比较 就是减低这个钠的含量之外 就是风味还不错 而且你也不要就是吃这么咸 对 我觉得是调整一个口感更重要 小龙哥没时间的话 酱油罩吃 然后再点杯柠檬汁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就奇怪了 既然这样子 我们这边有肉对不对 这是OK的了吗 对 我们这样撒上去吗 还是 都可以啊 用蘸药啥的都可以 所以我们在外面吃小火锅的时候 它不是会配给我们先那些酱料 对 它搞不好也是用这样子洗漆掉了之后 然后加一点柴鱼 还是什么给我们用的 对 我觉得这个咸度刚刚好 肉本身是不是有点鲜味 你确定吗 没有 这是白斩肉 真的咸度是刚好的 不会太咸 不会死咸 谢谢 可是一照你 刚好 可是一照那个小龙哥 你的酱油量 这个应该太淡了 没有 我现在比较衍生 可是我吃 我吃不出那个酸的味道 对 因为 一点点而已 它只加了一点点 可以再加 就是随着你的风味 你可以加 就是加多一点点 对 那我也可以自己喜欢的话 这样煮一煮完之后 加柴鱼啊 什么 也可以啊 对不对 我又卤了一锅 越卤越多 其实的工位够了啦 够了 对 我觉得够钱了 好 谢谢唐老师 谢谢 好 当然我们刚刚讲了酱油之后 现在做事实上又换了一种 也是 应该是家庭必备 对 麻油 麻油 麻油跟香油 就只是在黑芝麻跟白芝麻中间的区隔性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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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油不是白芝麻 也有假的啦 对啊 还担心会踩到地雷 对这些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各位 麻油你们怎么挑选呢 来 永康 麻油 黑芝麻 白芝麻 根据我老婆的说法就是 因为我平常买这些调味料 在过往食安风暴之前 我都只挑 因为我觉得都差不多 就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品质的高低 没什么差别 只有价位的多寡 以前是这样 后来才发现 其实麻油以前我 如果帮他去买的话 都买错了 都买到的不是麻油 买到的都是香油 香油 都是买到香油 因为香油比较便宜啊 然后味道也是会香嘛 对 但后来才知道麻油 其实如果真的是 要芝麻去做成这样一瓶的话 你算一看它的成本 我老婆跟我讲 没有250你不要买 200 就用价钱来看 那些小瓶如果是250cc到300cc的话 大概要用多少带 跟筋的那个芝麻 才能够炸得出来 他说那200块以下 你根本就不必去看 一定要是价钱比较高的 才会是真的麻油 那另外一点就是 他教我 麻油其实如果是真的话呢 可能会有点点渣 然后你去看它平身的时候 它不会一眼就直接看穿到对面 不会看穿到对面 不会看穿到对面 就是很深就对了 颜色要够深 应该说有点浓稠 有点浓稠 有点浓稠的 不会直接看穿过去 要这样跳 可是像我比较不常买麻油 妈妈都会说市面上的麻油都比较 尽量不要买 它都会到那种所谓的甘麻店 然后他们就是真的要什么 就是卖米啦 卖豆类的东西的那些地方 然后他就自己带了一个可能那个威士忌瓶啊 就已经洗干净之后 然后直接到现场去 现场炸 对 请他就是装在那个瓶子里面 这样子的话就是基本上 他会觉得这个麻油是很纯的 因为你一打开 你马上就闻到那个麻油香 就跟外面买的是真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 真的是有那种店家 自己手工酿造的那个麻油 是真的比较香 Julie姐呢 我比较 因为其实我之前对麻油 没有什么的认识 那是因为高好一个亲戚是做麻油的 所以我就只用他们家的麻油 那我使用他们家的麻油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他们是老厂牌 第二个是因为我知道他的麻油的来源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 那个他有这个认证嘛 就是所谓的那个CNS 那我想说CNS是国家认证 就应该是都还不错 所以他就是 比如说像我一定会用 就是比如说纯黑芝麻油 就是我如果麻油机 我就只用黑芝麻油 对 然后比如说我如果要用到凉拌 或是什么我才会去买香油 因为我以前的认知是香油应该是 不是真的芝麻油 它好像是有添加一些别的东西 喔 这样子喔 对 那我就会用这种的芝麻 它上面会写芝麻香油 就是它是有芝麻 然后它也有油类在里面 才拿来凉拌嘛 这样子 确实我们国家本来就允许 所谓的调和油 所以在麻油类也是 那一般人来讲 你会说香油是假的麻油吗 其实不是 因为它就叫香油 它没有告诉你它是麻油 对 所以你可以说香油是 一般来讲它可能是麻油跟沙拉油 做制成的调和油 对 所以有些人甚至为了让它更香 可能又加一些香料在里面 所以它是一种调和油 有 像他这一笔也写 沙拉油是第一个 对 所以它是 第二个才是麻油 对 它是调和油类的 那他刚才讲 昌明哥说 那是不是香油就是白芝麻油呢 事实上白芝麻油 你又可以看到两种 一种你比较常见的是 它白芝麻还是经过充分的被炒之后 再来压油 就是它没有那么黑 它是稍微咖啡色的深色 它在黑麻油跟香油的中间 这就是经过被炒之后的这些芝麻 它白芝麻压出来的芝麻油 它一样是麻油 但它的原料是白芝麻 那黑芝麻呢 就是相对你看到通常是比较黑 然后还被炒过 可是白芝麻还有一款油 你可能比较少见 是白芝麻的冷压油 白芝麻冷压油 冷压油它 冷压油 但是它比一般冷压油颜色要深 因为表示它被炒的时间太长 因为如果冷压油 它可能轻微的被炒之后就压 它甚至 颜色可以比香油更淡 因为芝麻这个东西 它在经过某个一定时间的温度高温之后 它有一些抗氧化成分会增加 所以适度的高温被炒 对它是好的 但是一旦到你家了 因为它已经被炒过了 你又把它高温炒 它就完全的 你就吃不到什么好处 那冠淫你要小心 你就说有些它根本还没有加温 一打开你就觉得香气似义 对啊 那种也不对劲 那就是有香料吧 那就是有香料吧 因为是加香料 照到你是打开 你臭静蚊才闻到 真的还假的 这好奇怪 就是我打开里面还有个瓶塞 对不对 这里就很香了 你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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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对 因为它就是静蚊 静蚊才闻到 它不会这样飘香似义 这跟那个加热道一样 也是事后的调合 风味马鱼 有些是 但是这个不是 因为它本身是芝麻 它其实这些 经过温度被炒成 它就会有自然的香气 所以如果有 假的香油 会不会有那种加香精 而不是只是调和而已 也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说因为有些你觉得 真的香到一个爆香 那种香气四溢的 对 那它就是不是自然 应该有的香味 那确实它可能调和一些香精 但是说 那个会伤健康吗 说实在 就是它 你会不会伤健康 它加了什么东西 或者你用的量 其实但是我跟你讲 油你只要用错 就伤健康 你不用加香精也一样 对 我讲一个案例好了 之前有一个很妙的是 你知道我们那个 妈妈她们在产后 通常一定要来那个什么 麻油机 麻油机嘛 然后就补充奶水 对啊 才补充奶水 就觉得这样很养生 对不对 就有一个妈妈她就想说 奇怪 我这个小朋友怎么一出生啊 就一直吵头暖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小疹子 脸都是一个这么小 就很多长痘痘 然后后来去给医生看 医生看看 医生就跟他说 你先停吃麻油机好不好 会有关系 然后回去停了之后啊 停去之后呢 小朋友的痘痘就停止长 真的假的 我们家大廷也是生团 小朋友是吃母奶就对了 对 太燥热了 就是有些就是因为 妈妈在那段时间 吃的东西 会影响小朋友吸收到的部分 那可能第一个 可能是燥热 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是我讲的那种 已经油都已经帮你备好了 你又给它高温 一直炒一直炒 所以你吃到 一直吃到变质的油 你知道母乳里面 其实油脂的成分还蛮高的 对啊 就你一直吃到变质的油 那你又吃到这些很燥的东西 对那个小朋友来讲 他真的就满脸都冒痘痘 那一阵子 不但那小朋友冒痘痘 爸爸也冒痘痘 那你就知道原因了 全家 爸爸 有在帮忙消 爸爸是真的上火 爸爸是忍太久 什么 上火 大家都听出来小宗要说的 你刚刚说七月份政府规定 你以后加什么都一定要标示出来 对 那香精他会写吗 也要 香精也会写 但是他们对于香精的规定 比较特别是说 如果你是香料的部分 你可以只标说 我不用标什么香料 就是表示我有加香料就好了 因为香料是每一家的独特秘房 所以他可能不是写香精这两个字 而是写香料 比如说如果他用的是什么香料 或者是什么天然香料 或什么之类的 那坦老师怎么挑麻油咧 你会觉得说调和麻油真的比较不好吗 其实也不会 其实我觉得这个 一样就是看标示 现在其实标示非常 但是我觉得不要看大标 一定要看小标 对 因为大标很多很常 就会说他可能描述说他多么好 多么好 对 但是你一看到这后面 他就会都破功了 像这个香油 他后面其实这大豆油 怎么就都已经有了 就写了 可不过重点就是说 好那他调和油不那么纯 我们在使用上面它会不会 没有差别吗 就是说你对健康如果没余率的话 吃也没关系 是这样吗 对 其实基本上他 这个东西不会 但是我觉得反而在使用的过程中 就像树一星讲的 其实你在封调的过程中 才是一个造成最大的问题 封调的方法 那如果像是店家买那种磨好的 是不是也是不太好 也要担心 我会觉得我如果我个人想买的话 我会除了像这个 冠英他可能是认识这个油箱 那当然还好 像我等一下要用的麻油 就是这个 就是从重到一直到压榨 都是同样一个人 他自己弄出来 那我当然觉得这是OK的 但是基本上的话 如果我是到外面去买 我觉得我会买这种罐装的 完整的 那我比较不会去买那个零三装 我觉得这是比较没有保障的一个方式 那我可以请问一下 像这个麻油啊 它到底要怎么保存啊 是不用冰吗 还是也要拿去冰 其实基本上出炸的有很容易坏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能放在这个热的地方 而且要避光 所以最好呢是买回来之后 如果你打开的话 像我个人会把它放到冰箱去 那要不然就用这个铝箔子 把它包起来 远离这些炉火啦 一些这些什么电器 但是这个油只要有油耗味 真的就不能用了 这个麻油啊 就传统刚才说 做月子要麻油啦 我们女性的朋友都认为说 它营养价值非常高 但颜医师你自己在这种医学上面的 你们会去测养分啊 或者之类嘛 它真的有特别好吗 其实从医学观点来看 其实麻油它属于植物油 它有八成以上都属于 不饱和脂肪酸 有蛋盐的有多盐的 其实还蛮不错的 所以因为它算是不饱和脂肪酸 成分比较高 所以多次的话 其实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 而它里面有一些抗氧化剂 像维他命E也都不错啦 所以我想麻油 因为它毕竟是植物油 所以它对我们人体是好的 不过不能过量啦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个经验 比如说我们吃了麻油鸡后 搞不好第二天喉咙就会杀眼 对 因为其实麻油鸡并不是麻油关系 主要是你里面蛮多热量 蛮多都是动物蛋白 然后鸡肉 热量更高 吃多化 有些发胖也都不好 所以适量就好 那接下来我应该蛮需要麻油 对 我们这三块就让你带回去作业 我们要挑好的 你要挑好的 对 要怎么样挑好的很重要 要送你还闲啊 我们看你老公待会不会一直长豆子 现在已经在长了 来 台老师帮我们来示范怎么挑的 好 台老师 那你怎么看那个麻油的好坏 其实第一个就是看它的成分 我想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现在标示都很清楚 那再来呢 其实这个就是日期要注意一下 日期 对 很多人就是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日期 那记得看小标 不要看大标 那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滴到水里去试试看 水里 对 来问它好不好是不是 对 像这个 它就会滴滴 然后没有小的就一直破散 像这个一滴下去 就会很多小猪猪了 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涂在手上 涂在手上 涂在手上的油的话 它是很容易就吸收的 对 也就是涂了 而且你涂这个的话 还可以防黑蚊 防蚊子咬 这个味道对 真的 我们常常出外景会 有时候涂黑麻油的话 可以防蚊虫咬 真的 真的 这吸收很快 而且吸收了 那因为这是冷压的 所以我就直接下去 直接下去 对 然后就直接把油 很油 冷压的可以耐高温 对 但是如果是不是冷压的话 就要用一个 薑片下去 然后呢 看谭老师还没开火 他就是先放了油 之后再开火 对 不要先开火 不要先热锅 因为我觉得热锅太可怕了 很容易有化学物质 对 好 那既然这个 这个 谭老师 你这个薑 爆得漂亮一点 真的 很好 可是我打算 打算不要爆太久 这是弹性麻油 马上会打伤 不是房间的 因为那个房间 那个好吃的麻油鸡 有没有 它那个姜要爆到精神 扁到很好 但不能浇 对 而且先热油才爆 刚好跟谭老师做法是相反 对 谭老师比较健康 对啊 老师刚才讲说 不能一直高温朋友 对 其实好这东西 就不一定健康 不要爆到那个姜 我们就让姜 稍微炒一下就好了 有点香气出来就可以 那可以大家会发现 这个冷压就比较 不会有这个 这个那个味道 那个油烟就不会出来 因为冷锅 对 那其实稍微有一点点 那个黄出来就可以 那我们的这个麻油鸡 跟别人不大一样 这个这个鸡呢 我们就先烫过 然后去皮 去油都去掉 去皮 都去掉了 负担不大 麻油腰脂你做吗 对不起 我不吃内脏 对 我不吃内脏 对 我不吃内脏 对 跟老外一样 老外一都不吃内脏 对 我也不吃内脏 但如果要吃的话 像你这套的煮法 应该也是一样的 可以 其实你可以煮麻油虾 麻油什么都可以的 麻油虾 对 好香喔 麻油虾要加点米酒 对不对 一定要 我们今天就不加米酒 就行了 我刚刚就想吃米酒 我开始 我顿住了 你们点的菜他们都没有 我们要米酒 因为我印象深刻 有一次我老婆就是 做完月子上班第一天 楼下餐厅就来麻油鸡 他就点了一碗 点完吃完之后 接下来不能播新闻 醉了吗 对 整个脸红了 全红了 然后那个酒 没有把它蒸发得干脆 没有 有的酒量不好 吃完这个麻油鸡 酒色很厉害 酒色就没过了 酒色就没过了 为什么你不用米酒 这已经流这么久了 对 对 因为我觉得特别香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高纤维的麻油鸡 因为像刚刚严师说的 还有苏廷讲的 我们就是均衡 所以我们其实你可以看 我准备好多的这个 青菜 青菜 好棒喔 那就是麻油鸡 我们就给它下来了 不要等太久 好香喔 稍微炒了之后 对 炒了之后呢 我们就放水 然后再煮开之后 就加青菜 就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 下去焖吗 就是也不用了 就是因为这个 煮熟就可以了 我们吃那个肉鸡水 不用太久 就这样就让它开就好了 这样麻油够吗 其实够了 因为我们要 我们要夹高纤维 我们不要就是说 怕这个小孩子生出来 就会长痘痘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不合 而且麻油 它最主要是做到提味 对 不是真的要夹粗粑 有夹粗粑 如果的话 它会配一个汤 你知道吗 那个麻油汤 正点 等一下我们就把青菜 我们等它滚了再来 对 现在有点滚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放一点青菜 高纤维下来 对 这个正点 这个正点 青菜好多 汤头会甜 而且接下来要入秋了 这一锅煮下去 太棒 好多难选的 我们先也加一点这个 金珍菇 对 因为金珍菇这个纤维还蛮高的 那比较特别是我加一点这个百合 这个就没有看过有人加在这里 因为这个就是全食物的观念 就什么东西都有 那你就煮一锅就不要浪费时间 然后呢这样点 那鱼角虾角的 你是讨骂喔 手工类的 加工类的东西不要 对 我们就吃全食物不要吃 就是少吃在制品 所以我这里面就没有在制品 然后呢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有这么多蔬菜的甜 那我们就要加一点盐调味就好了 就不要再加其他的东西了 好 麻油鸡可以吃到这么健康喔 很健康喔 很健康喔 再加一点米酒的话 不要 就说不要加米酒了 但是没有放弃喔 对 可是传统观念 那准备一瓶给你自己加 麻油 一定要有点米酒 因为我们有很多青菜的 而且越传统都是没有水的 纯米酒 对 要做全酒麻油 花油 好 那我们就等它再煮沸 就滚了 熟了就OK了 好 我们拭目以待 这么又完成那个香气 好像又不一样 好香喔 我好像已经在坐月子的感觉 而且有喝酒吗 好像有耶 没有 没有加酒啊 这芝麻好香 这就没有一般的麻油鸡的 油腻感好 对 好好吃喔 跟我们一般传统的麻油鸡 真的不太一样 那个汤头要喝喝看 有 喝起来真的有高丽菜的甜 甜度对不对 那麻油香也有 也有 麻油虽然不多 对 但没有加米酒的那个甜也不错 对 我觉得我想要续碗 你可以打包 它的麻油是画龙点睛 你知道吗 完全我第一次喝到这种麻油鸡 然后没有加了米酒的 但是那个汤头更甜 更甜啊 然后本身这个高丽菜的甜味 还有那个金针菇的那个香气 哇 都掉 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百合 增加这个甜度 哇好棒喔 加分 不断的加分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说要是 比如说在感冒或什么的时候 是不能吃麻油的料理 一般他们会觉得说麻油比较燥 上火 上火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可能会燥起来 可是我就一刚才就在想说 唐老师很聪明 其实他家高丽菜或金针菇啊 除了说让汤头更鲜甜之外啊 我们常常在中医或古代说的燥或什么 常发炎 常常是第一个就会促进发炎反应 对 可是你看你会发现 像高丽菜或金针菇 金针菇的多糖体 还有高丽菜本身 它刚好是可以抗发炎的反应 所以相对我们把它整个食物的物性平衡过来 懂了 对 就是你也吃一些 可能让你的身体比较热的 但你也吃一些可以帮它灭一些火的 综合掉 而且它的做法也不会往发炎那个方向走 是因为它没有让它爆火爆炒 所以你吃到的是 芝麻里面的很好的 包括它维他命E 或它很好的抗氧化物质 所以其实是烹调的过程里面 来举你的决定的 很好 好吃耶 借过一下 来来 你再来养花 敬请 所以我看这个谭老师今天再次满 再次满足为大家的味蕾 对 千万不要怀疑谭老师的情侣 太棒了 手艺很棒 好 所以今天我们将大家 在厨房里面最常见的 酱油也好 麻油也好 挑选的方法 挑选的方法跟使用的方法 我们交给各位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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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